大家好欢迎来到蒙鹿玩具 奪得冠军的队伍 毕竟二十出头的魂王举世罕见 而反观其他队伍无一人是魂王 甚至在对抗天斗皇家学院 是只上场了两人 便团灭对手七人 而那时的史莱克学院魂力最高的也不过是魂宗而已 虽然在最后的比赛中史莱克取得了魂师大赛的冠军 但也不能否认 五魂殿黄金一代的实力与天资 他们三人的实力相差无几 那比比东为何偏偏选择 胡列纳为下一任教皇帝一继承者 为什么不选择其余两人呢 在黄金一代中只有胡列纳一人 愿意前往杀戮之都接受死亡的考验 去获取杀戮领域 这也看出了他为了变强的决心 因为败在史莱克七怪的手上 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不仅是自己侮辱同时也是五魂殿的耻辱 为了报仇雪恨 为了再次面对史莱克七怪时 碾压对手 只有胡列纳愿意前往杀戮之都历练 而其余的两人都不敢前往杀戮之都 他们怕死他们没有胡列纳那种 为了变强不惜一切代价的气魄 这点他们比不上胡列纳 而付出也是有收获的 最后在唐三的帮助下 胡列纳走出了杀戮之都 并且获得了杀戮领域 这也是五魂殿中最年轻的获得领域的年轻一代 变强的决心使胡列纳成长 成为下一任教皇这是他应得的 在五年前的时候 邪悦和燕都比胡列纳大上两岁 然而在魂力上两人却只比胡列纳高上一级 在五年后 胡列纳已经快要突破魂地了 而另外两人还没有突破的痕迹在这五年间 胡列纳就将自己的魂力反超其余两人 天赋不可不畏不高 并且在这五年间有一年的时间 他都在杀戮之都 在那里不能修炼魂力 那就相当于胡列纳 只有四年的时间 就完全反超了曾经一起 并列为黄金一代的伙伴 如果他不参加杀戮之都 他恐怕早已突破魂地 天赋强于另外二人 这也是比比东选择 他作为下一任教皇的原因吧 胡列纳和比比东同样身为美丽的女性 在这点上可以说 胡列纳与比比东的亲密程度远超邪悦和艳 要知道比比东是五魂殿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教皇 她的过去便是被掌控在天使家族的手中 她曾经被上一任教皇千寻级伤害过 在她的心中其实对男性是有一定的抵触的 她现在想要催毁天使家族的统治 为了报复千寻级对她的伤害 而现在的五魂殿最强大的长老殿 还在天使家族手上 为了摧毁她就必须培养自己的亲信 而胡列纳就是最好的人选 另外二人经常与长老殿的人混迹在一起 所以胡列纳与比比东的关系更加的亲密 但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比比东 一直将胡列纳视为自己的女儿 而她的实力与天赋耶 得到了长老殿的认可 而且她还是最年轻的获得杀戮领域的圣女 这些种种都是胡列纳成为下任教皇的理由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